看到是把镜头转回国内 今天是22864的周年日 这个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今天一大早就跑到了宜兰 来参加228的纪念活动 在中午呢 就是要前往前主席林毅雄的家族墓园 来进行追思 而外界就解读了 林毅雄是不是要力挺蔡英文呢 现场的最新情况 赶快连线给记者杨秀金 好 今天是228的64周年 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今天一早就来到了宜兰 参加一场228的追思会 而今天正好也是党内的 前副总统吕秀莲 要正式宣布参选总统的日子 而蔡英文怎么看呢 她说应该先把3月5号的 立委补选打好再来谈 以前我们等3月5号选完以后 我们请党内的主要的意见领袖 大家来谈一谈这些事情 那现在真的焦点 还是在我们台南高雄的 这两局的浮选 我们一定要选得好 因为这是对民进党来讲 是年底的立委选举 跟明天总统大选的一个很重要的暖身赛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党的同志 把注意力放在这两局的补选 那后续的问题等补选完以后 我们会邀请大家来一起会上 好 其实在中午的12点 蔡英文也会到这个林毅雄家族的墓园 也有一场另外一场追思的礼拜 而且主席林毅雄 还有这个大佬谢长廷都会现身 那么大家也解读 是不是林毅雄现身 来挺蔡英文的意味浓厚 而稍后有最新的状况 随时为你连线 镜头先交还捧内衣 高中的篮球联赛HBL的冠军